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这次 webinar,这是我们的第五次 前四次呢,我们都应该把链接发给大家了 今天呢,主讲人是黄丁老师,黄博士 然后呢,我们下一周的主讲人呢 是唐晓菲博士 然后呢,他是在3月22号,也就是下周二的同一时间 美国中部时间7点到8点 希望大家也能参加,他讲的主题是将科技运用到汉语 多元汉语教学课堂之中 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先介绍一下王博士 感谢王博士参加 那么,王博士呢,是本科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 多元汉语专业 本科毕业后先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 以及夏威夷大学二语研究硕士 他现在是卡内基梅隆大学二语系的博士项目 三年级博士生兼中文任课老师 王老师呢,有十余年的中文教学经验 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夏威夷大学中文领航项目 以及北佐治亚大学中文领航项目 教授过低年级至高年级 零起点及华裔等各种不同级别的中文课程 我们欢迎王博士 好,王博士今天要讲的主题呢 是将是以在课堂将这个抱歉 他的主题是将以任务教学为课堂 对吧 嗯好 感谢周凯 周凯不停地称呼我为王博士 我有点不敢当 因为我还没有拿到博士 没事,现在是博士在读 所以也是博士 好,谢谢周凯的鼓励 我一定把这个博士读下来 好 对 好,那周凯我现在可以分享屏幕了吗 当然可以 好的 好,那周凯我分享的话 可能就会停止你的那个屏幕分享 好 OK,好,那我可以 好的,请稍等 好,各位老师们好 那个我 我是王丁 刚才周凯给我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介绍 那个Zoom有一个 Zoom很好 可以跟大家做报告 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看不见大家 所以 那个可能只能通过chat跟大家来交流 那个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这些啊 那个欢迎大家那个把问题发给这个周凯 然后那个后面我们也可以问 然后互动环节 那个可能也会请老师们举手啊 然后这些 那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那那个各位老师们好 我今天的报告的主题呢就是是以任务为导向的汉语课堂学习 好,那那个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呢是这样 第一个部分我想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入话 也就是一个热身的一个小活动 然后呢我们就来进入我们今天报告的主题 也就是说这个 主要的内容有一个活动设计原则 然后另外就是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平时用过的 以及我的同事用过的比较好的这个案例 因为我觉得大家那个都是在一线的这个教师 所以我觉得分享一些案例呢可能会更有助于大家的这个中文教学 好,那最后呢我会跟大家一起做一个集体活动 然后根据我们看今天这个时间长短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活动进行的时间 可能也会那个看今天这个整体的进行的情况 然后来定 然后最后呢我们会有一个那个Q&A 就是提问环节 所以欢迎大家踊跃提问 对 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在这个热身活动吧 好,那现在下面呢我有四个小问题 我希望老师们呢可以在chef里面打一下 就是就是一的答案是什么 二的答案是什么 三的答案是什么 四的答案是什么 都非常简单啊 就是想请老师们说一下 比如说你们在平时上课的时候 课堂活动所占比例是多少 0%到100% 大家给一个大概的数字 那这个就是大概是课堂所用的时间吧 就是比如说如果一节课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都在做活动 那这就属于50%的时间是在做活动 好,然后呢形式呢也请大家说一说 比如说是小组形式啊 然后个人啊 就是一个一个学生自己做活动啊 还是说全班一起做一个活动 然后这个形式 然后当然这个 这是我一个人的这个想法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别的形式都可以说啊 然后另外就是学生的反响 那么请老师们说一下 比如说这个学生的反响 很好,不太好 然后另外就是教学效果 然后这个可能可以在考试中体现 比如说大家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然后那个呃呃呃就是大发就这样 那么请大家啊来说一说 就是一二三四写很难很简单写一下 然后发到chat里面 嗯 嗯 小组个人都有嗯 很好啊 好,30%、50%哇 50% 很好啊 很多老师都做的 看来这个全班很好 哈哈哈哈 好啊 嗯 对,好 看很多老师们都已经那个呃 呃都已经发过来了啊 好,那我能不能现在请两位老师 这个谢尹飞是吗 还是或者我不知道具体哪个字 能不能请谢老师 能不能就是多说一点 这个谢老师 能不能请你多说一点 比如说这个全班进行了 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啊 然后为什么觉得好像学生反响很好 但是教学效果不好 是在什么地方不太好 能不能请谢老师分享一下 好能听到吗 可以可以谢老师 谢谢你点了我的名字 有点紧张 没有没有谢谢谢老师配合 我的学生是一年级的 而且我的就是差异化比较大 谢老师好像mute了听不见了 因为我背顶应该有点大 让他关小一点对不起 我客栏活动 其实我给他们搞的活动还挺多的 但是比如说我们学完生字词语 我们会玩bingo 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玩的一个游戏 然后呢我们就会有其他的活动 比如说我们用一种花的形式 比如说让他们主持一个关键词在中间 然后旁边有花朵 他们可以画 然后显示这样的 他们都挺喜欢 因为我是小班 我的班就八个学生 所以基本上都是一起一起在搞的 而且学生的水平差别很大 我班因为是课后的中文学校 所以他们从他们学校上完课以后来到我的班 我们学校 我的学生最小的是Kindergarten 是K班了 大的就四年级了 所以你知道我那个差异就挺大 但是这些活动都比较喜欢搞一些活动 全班参加 而且他们很喜欢 但是我就说效果一般 因为我发现做完这些活动以后 他比如说有一些东西 你在听说读写方面呢 没有达到我期望的那个 我想要的那个效果 所以我觉得有一般 但是孩子们很喜欢 我也会继续给他们一些活动 但是我还在反思 怎么样才能达到我的效果 这个是最主要的 好谢谢 谢谢谢老师 那大概听起来就是说 这个做活动的时候 学生是非常喜欢的 但是大概的问题可能 也可能跟学生的这个 那个差异 就是那个年龄也好 然后水平也好 可能差异化太大 所以那个做完活动以后 可能这个效果并不一定 跟那个当时预期的 像当时预期的那么好 是吧 好的那没问题 谢谢那个 好那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 在这儿好像我还看到 这个Dora 陈老师 然后其实很多老师都说到 就是课堂活动 当然就是我 我是给只给大家了几个选择 那大家其实都是mix type 各种各样的形式都有 然后呢时间配别也不一样 这个都是正常的 因为如果全班的活动 那可能就是这样的活动 时间要长一点 个人啊小组啊时间短一点 这都是正常的 对然后呢 那个这个陈老师还提到了 这个reflection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当然我们后面会说到 对可能如果要是能够 那给学生多进行一些reflection 在最后一个总结的过程 那可能可以提高 刚才那个谢老师说的 那个那个教学效果 说不定能让效果更好一点啊 对好非常好啊 谢谢大家的配合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 嗯这个今天的报告的主题 好那我们就说同时我们总是说课堂活动 那到底我在这说什么是活动呢 好那今天我在这所指的这个活动呢 其实就是说有目的 输出的这种课堂活动 那也就是说并不一定需要pairwork 包括这种师生问答 也可以是一种课堂活动 比如说我们那个老师们进入教室 进入课堂 然后第一句话问那个 某某某你今天怎么样 你今天忙不忙累不累 对吧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活动 那这个时候练习的就是学生 就是主自然的这种打招呼 对吧 这个warm up 然后跟一个人见面 以后大家闲聊一下 对吧 就是这样的也是一种活动 那当然后面剩下这几种 就是非常典型的 比如分组活动 pairwork 然后呢个人活动呢 就是啊 可以是比如说这个cultural presentation 对吧 我们在坎内基美龙一年级的时候 我们会请学生做一个文化报告 然后每一个周三 一个学生轮流 然后五分钟 然后他们报告一个那个中用中文 在一年级的时候用英文啊 但高年级一点可以用中文 然后报告一下一个文化现象 好 那最后一个集体活动呢 那当然可以算是一个全班一起做一个project 然后做一个表演 这些都可以 好 那那个今天我想给大家讲的这个活动呢 主要是说是在课堂内可以进行的 其实在这我指的课堂内呢 意思就是说不占用学生课下时间 然后另外就是说不会 不需要学生离开教室去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有一些老师 然后他们的活动其实是进行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复杂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我在夏威夷大学有一个同学 然后他和他的那个老师 然后一起做了一个APP 做了一个APP 然后呢这个APP是一个寻宝活动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在这个学校的不同的地方 然后就是埋了这个所谓的宝藏 然后这个学生拿这个APP 然后去寻宝 然后所以是个非常非常酷的一个活动啊 那这种活动呢 不在今天的这个讨论范围之内 因为这个活动真的是 很多很酷的这个 这个这种想法呀 我觉得小飞那个他明天 对不起下个星期唐老师 唐小飞老师可能可以给大家多分享一些这种 通过技术啊 然后甚至可以进行了这种课外的这种活动 好那总之呢 今天就是我想说的 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活动呢 就是说是在课堂内 在课堂的时间以内 在教室内可以进行了这样的活动啊 好那下面就是说我们说的活动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活动对吧 好那我们做活动的目的呢 其实主要是就是 如果只是老师讲学生听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这个课堂是一个以老师为中心 并不是以学生为中心 学生只是坐在那被动的接受知识 那如果我们开始做活动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教学的中心 从老师转移到了学生的身上 所以说呢 如果要做活动可以产生这样 以学生为中心的这样一种教学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在做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的关注点并不是语言形式的 而更多的是语言的使用 那在这里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就是让学生利用 他们学的这个目的语 去解决一些实际的交际问题 也就是说学生老师不会说就是 好来我们看把字句啊 把object动词到什么地方 比如说那我们就不会说给学生讲这样的 而是说真正用一个靶子 去让学生来完成一个交际任务 比如说告诉我 你想让我把一个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实际交际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课堂的趣味性 对吧 增加趣味性 好因为那个我知道在座的很多老师呢 都是这个中小学的老师 其实不止是中小学 包括成人 对吧 我们这个活到老学到老 我们也是可以说玩到老 对吧 这个不止不管是哪一个年纪 每一个哪一个年龄段的学生 其实说这个增加课堂的趣味性 都不是一个坏处 对 那当然对那个孩子来说 可能更重要一点 因为如果这个我们一味的讲解语言形式啊 学生会失去兴趣啊 然后不想来那个上课呀 这些都是有可能出现的啊 对 好 所以说那个 这个活动呢 就是说可以 帮助增加这个课堂的趣味性 对学生来说是更加吸引力的 这么一个 一个方法 对 好 那下一个呢 我就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活动设计的时候 我自己的一些原则 那当然不是说就是这个原则是 Universal 这么一个原则啊 这个绝对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说 我平时在我的课堂的这个教学中 然后呢 我总结出来的 我在设计活动的时候 我会怎么样去做 对吧 好 那我的课堂活动设计原则的第一个原则 或者说最基本的原则 我要强调 就是重要的话 要说三遍 就是要有设计 对 好 那个当然是可能是非常非常 就觉得这什么意思 好 要有设计的意思就是说 老师在 前一天晚上备课的时候 不能只想说 哎 我要做一个活动 那我们要想的就是说 我要想的就是我要练什么 我要怎么练 对吧 然后把相应的这个材料 相应的设计 相应的说明 全部都准备好 这样我们才能做到 在真正去课堂上做活动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非常比较完美的 比较圆满的 有意义 有效果的这么一个活动 好 那我们就来看 怎么样呢 好 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 我们先想第一个 目的 要练什么 那也就是说 我们明天的课 我们要学什么 有什么词汇 有什么语法 结构 我要练的点 是什么 这个大家要知道 对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限制 在我的课堂上 我有什么样的限制 好 比如说时间上的限制 我是一堂课 全都可以来做活动 还是说 我这堂课 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可以用来做活动 剩下的时间 我有别的安排 好 那第二就是地点 我可以在教室内 做活动 还是说我的活动 可以 可以稍微的延展到教室外 一点 对吧 好 那我知道大部分的教室呢 可能外面就是一个走廊 但是我们也会有一些教室呢 就是说这个教室和另一个房间是连接的 那我不能说我在做活动的时候 学生进入那一个房间影响别人上课 对吧 有时候可能大家会练习 就是说走进来跑出去 有一些这种 然后有些老师可能会请学生站起来 好 那我们走进来跑出去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一下 说 这个 这个我的这个 现在的收货环境 允许不允许我做这样类型的一个活动 好 那当然限制 除了时间地点方面当然还有这个内容形式的一些限制 对吧 好 那比如说你有几位学生你可以把活动做的多大 这些其实都是在这个之内的这个时间和地点只是两个例子啊 好 那下面就是说形式 好 那形式呢 就是说我我想做一个小组活动啊 个人活动啊 集体活动啊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在这个活动的过程中 我想给学生多大的自由度 我想把控制性更强一点控制性弱一点 这些我们都可以考虑到啊 好 然后下一步我们就要想就是说材料 那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材料 对吧 那我是把这个打印出来一个handout给学生 还是说我用PPT就够了 或者我需要带带带一些别的一些那个道具啊 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材料我们要想好 好 然后就是做活动的那个这个过程 好 那根据这个task based learning 好 那这个呢 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个做活动过程 其实是有一个pre-task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需要就是给大家讲 讲一下 我们要做一个活动 活动的规则是什么 然后进入到真正的活动 那活动的最后 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总结 一个review 好 就是刚才那个好像是那个陈老师提到 要reflection 对吧 对 好 所以说这个是那个 呃 需要做到就是过程 是需要有一个介绍 然后真正做活动 做活动完了以后 不要忘了这个review 对吧 好 那我们这个是一个 我自己一般平时设计活动的时候 一些原则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吧 好 那我根据刚才那个原则 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练习把字句 刚才我们提到了啊 好 那目的 我知道我要练的是把字句了 好 那我的限制呢 就是说 嗯 我这堂课我还有别的很多要练的 那我只要五分钟时间去练 好 那我希望能够在课堂内 就是课室内啊 在这个意思就是教室以内 我不希望学生搬着桌子椅子往外跑 这个是我不需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好 那形式呢 在这个时候 我希望呢 就是说 我希望做一个个人的一个 也就是说 我希望给学生一个 让他们一个一个的来那个 这个输出目的 然后呢 这个情况下 就是一个非常有控制的这么一个 好 然后呢 材料呢 我想了想 我觉得嗯 那我应该用PPT就够了 因为我的时间有限 对吧 如果我要带了很多这个东西的话 那可能这个材料 就就这五分钟之内 可能就做不完了 所以在这我的材料 我选择了这种PPT 好 然后过程呢 那我就是会怎么做呢 就是我会请学生看一个PPT 然后一个slide 然后呢 说明怎么去布置他们的办公室 对吧 或者布置他们的办公室 就是一个学习啊 这么一个空间 好 所以说 那这样呢 这是一个我在课堂上用过的 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啊 所以就是说 那在这儿呢 我这个学生看了一个PPT 然后椅子 书 打印机 笔 纸 这都是他们的生词 那我们的目的呢 目标结构放在这儿 一个人把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对吧 好 然后抽屉 也是他们的一个生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特别强调了桌子上的一个抽屉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就会站在这儿 然后给学生说 好 来A同学 你说 然后我会给他们看 然后这个A同学就会说 哦 我把椅子放在桌子的旁边 对吧 好 然后这个是桌子上面 桌子上面 抽屉里 抽屉里 那当然都是用把字句来说的 好 那这个活动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控制性是非常强的 因为我没有让学生 随便说 他们想把东西放在哪儿 而是我给了他们一个目的的这个这个这个位置 然后学生去说 好 那我之所以设计就是说控制性要强 那这个也是因为我当时的那个课堂 是我希望学生能够把里面上面旁边 然后这个抽屉 然后这个抽屉这些词全部都用到 所以为了保证他们用到呢 所以在这儿我是那个设计好 就是说我会把笔放在住抽屉里 这样学生必须得把这个句子说出来 那当然这是第一步 那后面一步呢 就是呃练习完了以后 那老师们当然可以就是更放开一点 对然后这样就可以让他们自己说 然后可能就会说把书放在桌子的下边之类的 这些话都是可以出来的 对好 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 然后来决定说 那我是希望更控制的控制性更强 或者怎么样 那甚至大家还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这个 pairwork对吧 不一定要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呃 这么一个活动 也可以是一个pairwork 两组的一一两两一组 然后设计一个地方给大家做一个报告 所以说这个都是可以有不同的变换的形式的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决定 好 那刚才呢 说完了这个呃活动介绍的一些 嗯 所以呢 刚才刚好说到了一些这个活动的这个具体的一些 那个设计原则 我自己的平时做的这个设计原则 那今天呢 那个大家可能在海报里面看到了啊 其实我主要想说一说的就是这个提问的一个呃 问题 好我不知道各位老师是不是有一个呃 同感 所以那个呃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觉得好像这个提问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是怎么练的啊 呃 但是对我来说 我感觉好像提问是一个比较难练的一个环节 呃 对不起不是环节 比较难练的这么一个形式 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说在课堂互动的这个形式呢 一般是教师提问 学生回答 那介于这个可能这个呃 有这个嗯权就是等级啊 power啊 status imbalance 就这种不对等对吧 然后老师是在课堂里是那个比较有有权威的 然后学生一般来说不敢去问 直接就问这种问题啊 所以说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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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所限 然后很难很自然的请学生提问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看到老师们想请一个学生问问题的时候呢 他们可能就会说说啊 A你问B B你问C C你问D 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不自然的一个情况 对吧 谁在生活中会突然跑到你朋友面前说 哎 你你你问他一个问题 那这个朋友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人问题 对吧 好 所以说这个提问呢 是特别需要我们那个要用这个能够是不是能够设计一些任务 然后呢让学生可以在很自然的一个环境里面 然后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而不是老师很生硬的就是你去问你去问B这个学生 这样把这个话说出来 对 好 那因为刚才我们说到受课堂形式所限对吧 大家有时候就哎呀 这个好像提问不好练 所以到最后我们就发现学生不会提问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学生不会提问造成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看到一些偏误啊 这都是我遇到过的 比如说把这个疑问 疑问词谁和这个妈放到一起 你是谁吗 不对 对吧 但他想问的就是who are you 然后下面就是你说什么呢 然后有一个学生他想问我what did you say 然后那个学生说你说什么呢 然后在那儿愣了一下把我吓住了 我说怎么回事 然后跟学生说你不能这么说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你要说的就是说老师我没听清楚 能不能请您再说一次对吧 而不是很值得你说什么呢 因为这个意思就是我在这打星号 并不是说这个语法有问题啊 而是说这个语意完全不是他要说的 咱们平时什么时候用这句话 肯定就是说觉得哎 你这个人说错话了啊 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不是说你说什么呢 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对吧 好 还有呢就是在这个zoom的这个现在上网课啊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每天也都会出现这样的 这么一个情况啊 就是学生会想问can you hear me 的时候 然后学生就会你听得到我 然后我就想对啊 我听了我听得到你说的话呀 没错啊 但其实他们想问的问题是can you hear me 对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 你提问方面这个偏误其实是有很多的啊 那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提问是一个需要这个练习的 那我们如何设计活动让学生主动的去问一个问题对吧 好那我们呃想想一下怎么样去设计活动 那提问的练习呢 那我们是不是要先想一想比如说这个提问的场景是什么对吧 好那第一个呢我们可能可以是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会提问啊 那我自己想到的啊我分了两大类第一个就是请求对吧能不能请您帮我把窗户开开 能不能请您帮我把什么什么放到哪个地方对吧 那这个都是一种那个请求类的这种问句 然后另外呢就是一种询问的 那也就是说我真的是不知道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 那我需要去问对吧 好那所以说请求我们就可以有一堆不同的这个提问场景对吧 那请求的时候我们可以请人帮忙什么时候可以请人帮忙呢 比如说接机帮忙带东西请假什么什么的 这都是可以请人帮忙做的事情 好因为我我刚刚那个旅行完啊 所以也是请人帮忙接了一次机 所以我当时就直接就想到了这很多跟旅行相关的接机啊这些 好那询问那这个场景就太多了 那我在这就不一一列举了 那我们可以举一些几个简单的 比如说第一个是一个商业场景对吧 好你买东西点菜订票这些肯定会涉及到问题 然后另外就是教育场景对吧 比如说这个跟我们都相关什么时候交作业 作业的要求是什么这种对吧 好所以说这些都是可以那个利用的 在想这个活动设计的时候 都是可以利用什么不同的场景 然后在这个场景里根据这个当天的这个词汇啊语法啊 在不同的场景里面 然后可以选择然后设计相关的这个活动对吧 好那这个特别是这个教育场景啊 比如什么时候交作业啊 作业的要求啊这一些 其实都是都是可以平时可以用 最后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 老师可以可以就是不说明一些细节 就是好我们今天有作业 然后就等 然后学生就可能要疑问 什么是作业是什么呀 什么时候交作业啊 作业的要求是什么呀 其实也可以通过这种 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去请学生去提问 并不一定要等到真的说 我一定要设计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活动 才能让学生练习提问 也不一定啊 所以我们也可以利用平时上课这种 自然已经设计好了的 自然而然就已经是这样的 这么一个活这个这个场景 然后把这个提问练习出来 好那除了这个提问场景呢 就是什么请求啊询问啊 这些我刚才说到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会有的这些 对吧 那后面还有一些 当然你可以教师自创 你可以自己选择一个 你可以给学生设计一个游戏 对吧 那这个游戏呢 那我们就可以就就是 因为平时我们我们玩游戏的时候 各种各样的非生活中处有的这种场景 对吧 完全可以给他们自创一个 然后让他们玩一玩增加蓄位性 对吧 所以不一定需要完全模拟真实生活 对 好 那那个因为我是一个比较 那个那个 就是我是很喜欢做这种practical的这种活动啊 所以那个 呃 这我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讲座的时候 我希望我喜欢给大家这个分享很多的案例啊 好 所以我现在就要继续给大家分享案例 好 那那个我我还有有一次呢 我想练习这个 嗯 提问 所以我给大家设计了一个给学生设计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 名字叫找笔 那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需要考虑目的限制形式材料过程这一些对吧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目的 那我的目的呢 当天我的目的是这样 我想练习的是是非问 也就是说 A是不是 是不是学生 丁一是不是学生 张三是不是老师 这样的是非问 还有一些方位表达 这是我的一个想练习的这些 好 那我 我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那我的限制是什么呢 我想15分钟左右把这个东西做完 我希望在教室内做完 这是我的限制 别的好像没有太多啊 在当天 好 然后呢 形式是什么呢 嗯 我想 我当时就是觉得 嗯 找笔 我的形式设计成的是分成两大组 好 然后材料呢 就是一个小型的物品 对 在这我说的是找笔啊 所以我的小型物品是笔 如果大家觉得有一些别的小型物品 当然完全都可以用啊 另外一个材料就是说 我会在PPT上给出一些结构 这样学生呢 如果万一想不起来 他们可以很快的看一下PPT 然后回忆出来 好 过程怎么做 那我们来看 怎么做呢 pre-task的时候呢 我就给学生分好组 对吧 我当时班上应该是十个学生 大概十个学生 分成两组 一组五个人左右 然后摆放桌椅位置 然后请问把桌椅挪了挪 这样大家面对面 对吧 然后呢 我给大家讲解规则 我们这个活动的规则呢 就是我只能 只能请你用是非问 不能用疑问词 那这个规则 可能那个比较 应该是 大家应该都能懂吧 如果学生A上来 比在哪儿 那我这个活动 整个就不行了 对 好 所以只能用是非问 好 那在这儿呢 真正进行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做法 就是第一组同学闭眼 第二组同学 派一个人悄悄地 把一支笔 藏在这个教室的 这个某一个角落 某一个地方 那第二组同学 就做好以后呢 第一组同学睁眼 开始轮流提问 比在不在A的桌子上 然后第二组说 在或者不在 比在不在 这个书的下边 第二组同学说 在或者不在 对吧 这样的一个 好 然后完成了以后呢 我们会总结 练习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出现的一些 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那在这一天呢 我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呢 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活动活动 花很长时间啊 这个一个一个问 得问多长时间啊 但其实这些学生们 都很聪明啊 因为这个学生们 很快地就发现 他们不需要只问 在不在桌子上 在不在书的下边 这样 他们可以问的就是 比在不在教室的左边 然后比在不在 教室的右边 像这样的一些 他们完全可以用 因为这个 这样就可以缩小范围 对吧 所以其实是对我来说 我是个比较惊喜的 就是在我能看到 学生很快就可以 那个进入游戏状态 然后开始去玩这种游戏 对 然后还有第二点 让我非常惊喜的 就是说我把这个 有定和无定的结构 无意间练习到了 对 好 这个有定和无定呢 对于学生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难点 那这个有定和无定的意思呢 也就是说这个是 我的笔 对吧 那如果我会说 笔 就你藏笔在不在你的桌子下面 他可以说笔在不在丁一的桌子下面 那这样的话 就是说只有一张桌子 对吧 但是学生很快发现 一张一张桌子问 嗯 好像很慢 所以他们很快的发现 他们可以问笔在不在桌子的下面 那这个就范围就大了 教室的室里这么多张 这么多张桌子 对吧 然后学生们就可以 不在 好 在不在椅子的下面 在不在书的里面 这样的问题全部都出来 所以很多学生都用到了 这种无定的这个结构 对 这种无定的这个结构 大家都已经用到了 然后这样他们可以把这个范围缩小 所以说在总结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些全部都拿出来 然后给学生说一下 所以说这个 这个活动我设计的时候 其实我只是想练是非问以及位置 但是在练完了以后 然后在总结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发现了 不止练到了是非问 不止练到了这个位置 结构甚至还练到了这个有定无定的这个表达 因为学生们在真正的用这个语言去解决一个实际的一个问题 当然这不是一个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啊 这个实际生活中 我觉得大家绝对不会说笔没了一个用这个问题去回答 就去问的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这是我自创的一个游戏啊 对 但是就是说因为他们在用这个活动 用自己的语言去这个解决一个问题 所以在解决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就在运用他们脑子也对语言的一个支持 然后很自然的提出了问题 然后用到了我们希望用到结构 甚至也练到了我们一个难点 我们没有这么策划 没有这么计划 但是他们也练习到了 对 好 那下一个呢 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两个活动案例 那活动案例三和四呢 就是跟这个旅行相关的 好 那这个目的呢 就是我希望的目的 我想练习的就是咨询请求 然后呢 限制呢 也是大概15分钟左右 在教室内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跟各位老师很多情况都是 都是差不多的啊 可能大家大部分的这个活动 那个大概可能也就是10分钟15分钟左右 在这个时候呢 我选择的形式 我想分小组 然后呢 那材料呢 我做了什么呢 就是一个handout 然后其实在这我设计的是一个 相对于是一个information gap 就是一个活动 所以说在这个材料呢 就是一个handout 一个学生 两个学生每人都有一份自己的 但是互相不知道 互相有什么 然后另外就是PPT 因为我一般来说呢 如果给handout 我也喜欢把一些 我希望练到的可能用到的结构 放到PPT上 这样学生可以不记得了 很快去看一下 对吧 好 然后呢 这个过程呢 还是我有一个就是pre-task task review 好 那么就来看一看 第三个是一个旅行相关的 是跟街机有关的这么一个活动 好 那这个活动呢 pre-task 我们做什么呢 分组 对吧 在pre-task 我们会分组 然后给每一个学生发这个handout 然后讲解规则 这个规则比较简单 一个人问 一个人回答 然后我们交换 交换角色 对吧 好 那这个task 这个任务是什么呢 那在这儿就是说请求的时候 就是A请B接机 那在这儿A需要说能不能麻烦你去机场接一下我 好 那B这个时候就要开始问相关的细节问题 哪天到呀 航班是多少啊 什么时候到啊 到哪个航站楼 几件行李 你家住在哪里 我要把你送到哪里 对吧 之类之类的 这个细节性的问题就需要说 那这个细节性的问题的这个答案呢 这个呃 当然学生可以自己编啊 但是我会呃 在这个handout上给这个同学写好 就是这是你的航班号 日子 航站楼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 嗯 这个然后这样的话 这个学生有一份 第二个学生有一份 然后他们交换的时候呢 然后也是同样的这个 好 那在review 在最后review或者reflection这个阶段呢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我们请他们表演 然后呢 表演完了以后两两一组表演一下 然后我们总结一下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对吧 比如说这个发音啊 语法啊 词汇啊 一些用的不太好的呀 这些都可以总结 对 好 那我们就来看最后一个是一个活动案例4 好 在这也是旅行相关是跟订票有关的 好那这个并不是我自己的案例 是一个我的同事的一个那个案例 那我同事的这个案例呢 是他这是来自他的一个公众号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去可以去看一看啊 好那这个他当时我看他一写 我就觉得哎 这个非常好啊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 现在有没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嗯 这个随着这个科技的 这个这个高速发展 飞速发展 我们很多这个课堂上的一些 这个这个这个词啊 什么什么呀 好像已经有一点过时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不太会有人 去给学生教电报 这个词啊 因为这个电报可能实在是有点太过时了 这个词 好 那所以说 比如说中文听说读写第二册第十九课 一个课文是旅行 对吧 那这个时候这个学生给旅行社打电话 那这个大家可能就 现在谁还给旅行社打电话 旅行社都破产了 对吧 都在都在网上订那个订票 那在这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稍微把这个 这个这个场景转换一下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比如说帮奶奶订票 奶奶不会上网 帮奶奶订一下票 对吧 好 所以说在这呢 我这个同事呢 他就是王鹏的奶奶不会上网 请你帮王鹏的奶奶订机票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个 然后呢 他们就 然后这个 其实这个课堂 奶奶 你想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 其实还是一个旅行社的这么一个角色 只不过你并不是一个旅行社 对吧 好 所以说呢 这个 在这个设计活动的时候呢 如果有一个已有的一个场景 但是大家觉得现在这个场景 已经不太适合现在的这个社会了 但是我还想练习 在这个场景中出现的这个声词啊 语法呀 那大家就可以试着转换一下 稍微把这个场景改一改 这样我们其实还可以把相关的这个词汇啊 语法全部都练习到 对吧 很好 好 那这个嗯 呃 做到这儿 然后我希望就是跟大家一起那个嗯 看一下这个角色安排的呃这么一个呃相关 因为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 如果我们分小组啊什么什么 我们会势必会呃出现一个这个呃 角色安排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情况好 那那个我想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那这个呃视频呢 那个看完了以后 这个视频不到三分钟是一个英文的一个视频 因为我找不到相关的这个中文材料 好 那这个视频是这个那个actiful 然后给出的这个一个guidelines 一个sample video 然后是一个intermediate level的一个speaker 然后我想请大家看一看这个任务设计的怎么样 这个角色安排的怎么样 这个这个是不是合理 那个问问题啊什么什么的 是不是比较自然 好吗 如果大家听不见的话 麻烦大家告诉我一下啊 哦 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不是听不见的问题 应该是看不见是吧 稍等啊 我可能可以给大家 重新分享一下 去分享我那一个屏幕啊 好 那个大家看得见吗 我可以请周凯帮忙 周凯看得见 现在是一个视频吗 这个现在好像对 是不是 OK好 那我放下 对 因为还没放了 那个如果大家听不见的话 说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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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going to play a situation here that is kind of related to travel. Here's the situation. You are planning a plane trip. Call the airline information desk And ask four or five questions To find out about different travel options. And I will be the person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phone. Okay? So ring ring. Hello, this is Airlines International. How can I help you? Yes, can I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If you have a package for a five member's family to go to Mexico for vacations? Yes, we have different packages. Yes. I would like to go to Mexico by plane For 30 days? Yes, we can probably arrange something for 30 days. Can you say to me how much I have to pay for this package? Well, because we have different kinds of packages, There's no one set price that I can give you right now. I would like to travel in the morning Because I want to arrive to Mexico at the afternoon. Uh-huh. Well, we have some...we do have some flights that leave in the morning. Yes. Okay, can you reserve me this package please? Uh-huh. I guess I'll need some more information from you about cities and dates and traveling passengers. Okay. So how can I know if I can get this package? I have to pay some money before? Uh-huh.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the whole thing. You can certainly put it all on a credit card ahead of time. Okay. Can you reserve me this package? Sure. Let me get the specific information from you and then I'll be able to give you the exact details of your flight.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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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d on just a minute and I'll take your information. Okay. Thank you. Alright. Thanks for your record like that. Okay. Hey. Good日ee. updating 轉到位置 上次 Okay. Good日ee。 hoje Kina ע Kina 很 告诉你给给回馈啊对很好好那个呃 好那我现在想不知道有没有哪位老师愿意举手 那个说一说大家看了刚才那一个呃任务大家有什么观感 好我来看好有一位老师举手的这个陈陈老师是刚刚举手吗 我不知道这个是刚刚举手还是什么 那可以陈老师想想说一下那个吗 对于这个刚才看的这一个短短视频 陈老师你现在可以就是您可以发言 麻烦您把这个麦克风mute掉 如果您愿意的话 陈老师请问您还在吗 好没事好那我们看有没有别的老师想大家觉得有没有有点奇怪 奇怪的地方有没有有没有老师想想想说一说这个奇怪的地方 好可能可能可能老师们得举手啊因为不举手好我们看不见然后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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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老师们说话 好那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啊那我们就想呃好所以说刚才的这一个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角色的安排对吧 所以说呃这位这个呃算是这个考官 然后给了这个那个考生一个材料 就是说一张纸我不知道纸上具体是什么内容啊 然后他们就说好那请你那个说一下这个呃 这个这个你你你现在上去旅行设定票对吧 然后呢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考生是非常积极非常努力的 但是也可能有一种非常费力的嗯在跟这个人去交流 对好那这个问题出在哪对吧那我想问因为大家如果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嗯大家就是打电话给一个旅行社给一个什么人然后去问机票的事情 然后如果这一位这个啊客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愤怒的把电话挂掉 然后再换一个客服啊对反正对我来说我一定会觉得你这客服怎么 什么都不说什么内容都不给永远都是yeah we can do it yeah possibly we have packages like that 他总是用这种话来说对吧这个是在真正的这个生活中哪一个客服不是上赶着 哎呀我们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不同的这个package 然后A的价钱是什么好处在哪儿B的价钱是这样 那请问您想选哪一个对吧这个是一个他是一个销售的这么一个角色对吧 那这个销售的角色他不应该只能只能让他说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些 把所有的问题都留给这个客户去问这个是不太正确的这么一个角色设计对吧好那所以说这个一般来说如果真正是这么一个情况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呃请这个呃第一个这个可能可能说这个我们真正的一个呃交际形式的话可能是说好扮演客户的这一个人 然后他可能会给出一些细节比如说像这个刚才那个考生先说的啊我希望定理我我我希望带我家人去墨西哥旅行能不能告诉我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旅行的这个包裹 那这个可能就只有这个这个客户客户可能会问这一个问题问完了以后呢那当然这个第二那我们后来后面就是这个这个呃销售这一边那他会有更多的一些他也需要问一些问题对吧就是说好哦这样啊那请问您想什么时候去啊然后您的预算是什么呀这个时候客这个这个销售是需要多问一些这样的问题的 然后呢客户然后可能会进行选择以后再针对某一个选项问出更多的这么一些问题对也就是说呢其实给大家看这个例子呢也就是说在进行这个活动然后进行角色安排的时候如果老师们非常想设计一个提问的这么一个一个活动那他们那老师们就要注意不要把这个提问的这个这个这个呃怎么说不要把这个提问的这个压力全部都放在一个本在生活中就 不应该是有这个提问的这么一个角色身上而是要想一想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我们会怎么做然后根据这一个然后再去安排一个角色不然就会出现这种很生硬的对吧然后一个人问了半天问题然后另一个人就在那不冷不热的给他一些回复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太啊不太合适的这么一个啊还是算是一个反例啊所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对 好那所以呢我就要给大家做一个活动了现在好那我们讲座到最后给大家做一个很快的做一个活动啊好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活动设计我也给大家说一下我做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我做这个活动目的呢是希望跟大家一起练习一下活动设计那限制呢就是今天我们在zoom上听众比较多对吧所以我要想一下我这个活动到底怎么设计好那下面形式呢是集体 因为这个人太多我不能说做一个啊不能两两一组好那材料呢就是我会看这个chat里面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然后另外利用我们的PPT然后呢这个过程呢就是说请老师们写一个觉得难练习的一个点然后我从中选取一个到两个那我们大家集思广益看一看能不能设计出一个活动好吗好那当然我们时间也不多啊 所以我希望老师们能不能提出一个每位老师不应每位老师啊有没有愿意的老师提一个觉得难练习的然后呢告诉大家这个这个给我们分享一下一个难练习的一个点看一看我们能不能一起大家集思广益设计出一个活动好那大家有的话就可以放到chat里面 王老师的意思应该是就是在啊中文教学中的就是不同的点比如说语法点语言点对对对对对比如说被字句大家可以是被字句对吧然后比如说这样一个东西嗯好明白了嗯有人说了好像张老师说了是的这个强调句是的还有量词好我要去什么什么呃 我要去干什么可能是这个吧对是联动词是吗一词是好那继承者嗯啊ok好这样啊那我们就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那我们就这个张贵贵君可能我不知道具体哪几个字啊那我们就用张老师的这一个试得对吧好然后那个试得来那我们就用这一个试得结构好那现在能不能请大家集思广益然后我们可以来设计一个好那我们就是目的呢我们现在的目标 目的就是说练习试试得然后可能课堂上有一些时间限制对吧然后呢那我们的形式呃那个我们可以想一个比如说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材料需要什么然后呢那个练习的过程是什么好那那个呃 好那有没有可能请老师们嗯那这样吧我觉得我们这样做好好 好首先我自己练过试得所以我有一个练试得的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小活动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位老师那个呃也有练过试得 能不能请某一位老师举个手或者说哪一位老师觉得哎我有一个挺好的一个设计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能不能请这个老师们举个手好我现在还是看到这个陈老师举手但我不知道陈老师是不是呃是想那个回答就是想参与这一个讨论局的时候还是有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是想参与讨论的话陈老师可以提一下这个试得的这个练习 有没有什么想法 陈老师请问您是有问题呢还是想发言呢 我不知道我姓陈我不知道是不是说的是我我没有举手 哦那是我姓陈对对对我是不是搞我没有举手是不是我的见出了问题我看啊可能是之前举的手嗯抱歉 谢谢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好那这样吧那对很好来张老师我告诉我正想说既然您提出了这个能不能请张老师 我们来请张老师说一说那个对有什么想法好呃我以前给学生就是拿过一张照片然后呃就是我以前拍过的照片 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这张照片是在呃什么时候拍的嗯是在哪里拍的是跟谁一起拍的是谁给我们拍的嗯然后当时学生还听得挺明白然后他们也是也回答的挺明白 但是呢一到练习的时候又会出错我不知道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他们巩固这个知识 那张老师说呢问一下什么错误呢 呃就是说呃有的时候是就没有了或者是有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是可以有的时候是是是可以省略掉的 但有的时候得就没有了或者是有的时候他就是是得中间放的这个东西就不是说他要强调的这个东西 就是乱放嗯好那那个嗯好那张老师那那个你能不能请您就是根据刚才比如说我们听到的呀这个这个这个整个这个您觉得如果您想那个呃 再试着设计一个活动您可能会觉得怎么去设计呢或者说怎么把您的设计改进一下可能您觉得可能效果会更好呢 老师很抱歉因为我今天送儿子去去那个上课所以我才回来所以刚上来我没有听见前面大家讲的内容 哎没事没事啊好没关系谢谢张老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啊是得确实是一个难点对好那那个对好那我在这个非常好 我在其实我的chat里面看到这个呃应该是肖老师对吧这个姓是这个东西是谁的然后找一些学生的物品可以猜对这个东西是谁的好呃嗯但是我想其实我觉得张老师提的这个这个东西这个是得指的是是谁买的是谁带来的是这种是得而不是说这个东西是我的 这种是得结构对吧张老师对是对那个过去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强调很好啊对好那这个我们就根据这个呃对过去发生事情强调这一个啊对好那我觉得这个grace这个老师田田老师对吧可能是田老师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挺好的一个回忆一个派对是怎么进行的是谁先到了是怎么对比如说像孙老师孙老师当然也举手了啊那个那孙老师我觉得我就用你chat这个地方好那孙老师说吧可以是生日 生日会对吧好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就是刚才张老师给的例子那个田老师孙老师给的例子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那大家都看到一个共同点就是说都是这个过去发生了的这么一个对所以说这个是多因为我们是需要让来谈这个过去发生的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呃那我们就可以就我们就要注意要把这个场景是放在这个过去的一个回忆 生日拍对怎么样回忆拍对是怎么开的对吧回忆这个照片是怎么拍的这样的一个对好然后呢这个形式的话其实小组活动可以然后个人像大家这样集体一个一个的给一个也是可以的对吧然后其实这种活动都可以对好那这个具体这个错误呢我觉得可能呃一方面是可以说进行纠错可以可能是比如说结构可以给的更清楚我觉得因为这个是多呀那这个出错的话 可能可以试着就是说能不能把这个嗯比如说这个结构放在这个PPT上啊之类的然后呢让学生去那个呃更就是在一出错老师就去指一指出啊这个结构其实是这样的这样可以可能可以试用这个方法然后来减少这个出错因为听起来好像学生还是能够能够输出至少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是可以输出但可能对这个结构的理解并不是特别透彻啊对对非常好啊好那这个呃 今天我们时间不多因为还有最后五分钟那我希望就可以回答一些老师们的问题对好那那个呃一说回答问题大家都举手了好那我们就来这个嗯一个一个的来回答一下问题吧这个呃呃周周老师看是那个是怎么样是是那个您来叫还是我来叫还是还是怎么样呢嗯我这呢收集了一些问题就是从就是一直在啊观察这个chat所以我就收集了一些问题啊 嗯那么有有这么四个问题吧大概第一个呢可能就是是林老师他问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视频刚才播放那个视频的链接分享给大家不知道就是黄老师方不方便嗯没问题这个是actful公开的一个所以那个那个没有没有不可以的可以的那个所以呃大家意思是放到放到这个放到chat没有的应该也可以那我就停止分享这样我可以 好的好没问题这个是可以的好这个这个问题呃算是解决了是不是好谢谢杨老师那么还有三个问题好像我收集到的都是呃陈老师多了陈老师啊提出来的啊他问想知道您的四个案例是针对几个level的学生嗯嗯几个 好呃这四个案例针对的其实主要是低年级的学生然后那个呃 把字句的那一个比如说刚才那个把字句的肯定是一个年级比较低就是那个刚刚开始学没有多长时间但也不是说完全完全没有的然后这个找笔呢嗯这个其实也是针对一个低年级的学生进行一个练习 啊然后另外这个旅行相关其实这个应该是二年级左右了就是年级要高一点了对因为这个时候呢就是呃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找笔的这个时候大家只是一个一个问题的去问对吧那这个呃到了中级高级呢这个长就是嗯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说在低年级的时候这个场景是老师可能自创的比较多 因为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这个很难在一个 日常生活中找到一个真的只需要学生说那么 的人什么可能或认为等于怒民满